第五题 如右图 绍合型ABC中 M4BC中点 第一两点分别在BCAC上 且AD平行1M 若BD等于1 DM等于2 绍合型DM面积为18 则绍合型ADM面积为多少 绍合型ADC面积为多少 我们看把命这个图 这里一个大绍合型ABC 一次M4BC的中点 而1点在AC上 D点在BC上 下一支BD长度 这个是1 DM长度 这个是2 因为M4BC的中点 所以BM长度是3 所以CM长度 这个也是3 现在要求 上耳型ADM 上耳型ADM是中间这个细长的三角形 而已知 上耳型DM面积是18 所以DEM这块面积这个是18 因为题目已知 AD平行1M 所以EM跟AD这两条是平行线 因为两条平行线之间的垂直距离会相等 两条平行线如果EM是底边 则小耳型DEM这块小耳型和小耳型AEM这个小耳型两块面积会相等 因为两条平行线之间它们的垂直距离相等 所以这两个小耳型它们是同底等高 因此 因此小耳型DEM面积 等于小耳型AEM面积 这个面积等于18 而因为D1平行AD 所以我们利用平行线解比例线段 于是AE比CE 等于DM比CM 结果等于2比3 因此AE和CE 两段比例是2比3 所以AE长度 如果是2K 则CE长度 就等于3K 所以我们比较小耳型AEM面积 比小耳型CEM面积 两个小耳型 因为它们有共同的顶点 所以它们会有共同的高 我们过M点 我们做垂直线 假设这个垂直距离 如果这个是H1 于是小耳型AEM 它的面积是1 2 乘以AE是底边 所以乘以2K 乘以H1 比上小耳型CEM面积 底边是C1 所以是2分之1 乘以3K 同样乘以H1 所以两个面积比就等于2比3 可是小耳型AEM面积是18 因此 这个面积就等于18比上X 因此2X就等于54 所以X就等于27 所以小耳型CEM面积是27 于是我们就可以得到 小耳型ACEM面积 因此小耳型ACEM面积 就等于27加18 所以等于45 因此小耳型ACEM这个面积是45 而小耳型ACEM和小耳型ADEM 有共同的顶点是A点 所以我们过A点 我们做垂直线 这个垂直线就是小耳型ADEM的垂直高 同样也是小耳型CEM垂直高 假设这个垂直距离是H2 因此我们比较小耳型ADEM 比上小耳型ACEM 两块面积 于是小耳型ADEM底边是DEM 因为DEM长度是2 所以2分之1乘以2 乘上垂直高度是H2 这是ADEM的面积 比上小耳型ACEM因为CEM长度是3 所以2分之1乘以3乘以H2 我们把2分之1约掉 把H2约掉 等于2比3 可是如果上耳型ADEM这面积是Y 而上耳型ACEM面积是45 因此2比3就等于Y比45 结果上Y就等于90 因此Y就等于30 而Y就是小耳型ADEM 因此ADEM面积这个是30 而小耳型ADC ADC是整个大小耳型 所以小耳型ADC的面积 是把小耳型ADEM加小耳型ACEM 所以ADEM面积是30 加ACEM是45 量加起来等于75 所以整个面积是75 这个是第二小题